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就拍了一集 到了 这个一颗一颗都是李子 这个李子呢是做李干的 虽然我是农村出来的 很多农村的活我都没干过 因为我在家是最小的 所以呢 很多活都不需要我做 这种桃呢是另外一种的水蜜桃 口感是酸酸甜甜的 水分是很多 水蜜桃是吧 还有他东北 红干是什么 不是水蜜桃吧 桃子的名称也是水蜜桃的一种 就叫水蜜桃 这一位呢是我哥 我爸老了 称起这个家就是他了 这几年的树村可以长桃子呢 三年以上才可以长 那这个树多少大年 多年 七年了 种植树的时候是怎么种化呢 因为很多人种这个桃子都种不活的 这几年要用鸡肥啊 挖开就这样 挖鸡肥是一定开下去 鸡肥啊 用鸡肥是吧 我们福建古田的水蜜桃在全中国是有排名的 主要是我们的土质种水蜜桃是很肥沃的 大家肯定会认为这树怎么长不高 其实我们要剪枝的 剪的不要让它长太高 这样采的话会比较方便 我们家的水果没什么放农药的 所以呢 都长了挺多虫眼 一桶 这个是水蜜桃 这是古田的水蜜桃 这是古田的水蜜桃 历史悠久 曾经也是国家有过制作商标 比较出名 在世界上水蜜桃呢 有那个非常古老的传说 曾经也出口到东南亚日本好多国家 哦 其他的地方没有水蜜桃没有制作商标 只有美国田的水蜜桃 其实我们家也是属于古田 一个就是种果树 桃子油奶 还有就是里芝这些 全部都是有的 水蜜桃呢在古田这个地方呢 它的土质比较适合种水蜜桃 是用什么土种植的呢 那就说它酸碱性啊什么都比较好 像这种就是标准的水蜜桃 像这样就可以采了 口感非常好 这种的水蜜桃的味道是怎样 这种是水蜜桃属于有一点点带酸的 湖州人比较喜欢这种口味 种下去要三年 然后精心培养三年以后才能长 长果 他们所说那个桃椒是我们是几时才可以采呢 下半年没有桃子的时候 那个桃椒就可以采 现在这个桃椒都不可以对吗 现在也没桃椒 要到下半年才有桃椒 以后它那个果树里面流出来的 就是桃树的引泪 那个桃椒是比较滋液嘛 对女人的保养皮肤啊什么都很有好处啊 那就是桃子一生都是有有价值的 桃子一生都是薄了 都是薄啊 比如说一棵树的话 老树好像这个树都有十年了对吗 七八年了 七八年 这样子的话一棵树可以采果采多少呢 一般的话一百斤柔油 一百斤柔油啦 这一棵果树的 一百斤桃子 哦 最多的话桃子就很容易坏啊 价格也更不上 哦 那就是炎热的下 那个现在这段时间 一些天权价格也比较好 哦 什么桃子桃子中的精品 哦 这个是油奶 我们漂亮的这边 这个油奶 你还没得了吗 这个油奶 你还没得了吗 这个油奶 我还没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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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演 有重演的你知道吗 有 这个是我们家的 这个是酸酸甜甜的 熟的熟 这个油奶 再过几天就可以采了这个 老哥 一般上那个桃子采完的时候要剪汁吗 要啊 怎么剪呢 这样子 等于说就是那个果园千元啊 怎么清啊 千元就打16合计 还要剪汁 修汁 哦 就是说年底等于说要追回啊 哦 底回要追 追底回要打16合计啊 16合计啊 等于说就清元啊 消毒啊 哦消毒 你说就是 把那些小枝都剪掉 等于说要剪汁啊 不然你那个没有剪汁的话 那个质量就跟不上了 管理要跟上啊 那有点像那个榴莲树一样了 应该果树差不多都一样的 那个 老哥你种了几样水果树啊 桃子是种五种桃子 我们古典的桃子品种非常多啊 品种非常多 这油奶 这油奶是到成熟了吗 现在差不多了 小鼠过后几天就差不多成熟了 油奶里面含有18种氨基酸啊 18种氨基酸啊 只有我们这边有 别的地方还没有 油奶就是古典水 古典特长 别的地方都没有 真是油奶 等它黄的时候 它现在这个是青不够黄啊 没有 要转白色了就熟了 转白色了 现在还没有哦 现在还是有点带青 还要几天时间就熟了 有的时候被阳光照一下 还会透明透明的对吧 一公斤大概五块钱左右 五块钱左右 五块钱左右 我们是属于披花吧 对啊 可能是整片 可怜一点 这是整片披花给人家 他们拿去卖第二手了 对吧 那这里就好大了 这个是有一点那个坏了 太阳晒了 所以就采下来 不能放太久会坏 这样子擦擦一下就可以吃了 现在这个味道呢是酸酸甜甜的 很爽口吃了 很好吃 因为小的时候就吃到大 我看那个桃子是属于凉性的 还是热性的 不凉不热 那油奶呢 他比较热性好像 补氨基酸是吗 水分都特别多 吃多了还可以补氨基酸哦 很清脆 因为很多地方都种不到桃子 是因为它的土壤的原因 我们这边古田呢 就适合种桃子 有奶这一种 有点是属于水果之香 我知道水果之香 还有就是菌类之香嘛 焦白之香 水果之香 还有就是菌类之香 对吧 食用水果之香 对吧 那个桃子在全国是比较远远的 没有了 有些都有什么里面 明年的这个时候又有有奶哦 如果大家想试一试 可以跟阿青来转一转 我们这种水果除了我们这边 别的地方都没有几万 这一棵是里芝 这个里芝的品种是怎样 叫什么呢 ien 胡锅礼 莓这还有分很多种呢 还有三种 棵 moment 里芝分好几种 我们家种几样子 里芝三种 里芝三种 铁鲤鲤鱼 对 铁鲤是比较硬的 它果子比较紧致 一般上披花架的话好像鲤鲤 做鲤鲤的话价钱是多少 那个每年的行钱不一样 每年行钱不一样 好像今年就几毛钱对吗 今年鲤鲤就几毛钱了 去年比价格差很多 差一半 差一半哦 这是我哥跟我嫂子 有的时候还要提水去浇 不然的话水不够水分 这一棵是铁梨 这个也是梨子 叫铁梨 美的 虽然我是在农村长大 但是管理这些东西 我都不会说实在的 我们家就我哥种这些水果 这个是山光里 就可以采了是吗 口感也是脆脆的 甜吗 这个甜的 它不会很红 就这样的 也不是说很红 它就是这种颜色 就这种颜色 这一斤多少钱呢 这一斤有三块多 我们是属于屁蛙架了 外面卖就不止 外面卖不止 做果园的都很不简单 又累又苦 一年世纪都在果园里面折腾 我哥在家里种这些果树呢 是因为我爸 我爸没人照顾 我们家只有一个男孩子 所以呢 我爸需要人照顾 我哥跟我嫂子就不能出外 只能做果树了 还有很多桃子不能采 所以呢 把采完的桃子都装一篮一篮 然后再带回家 就这样子装在栏里面 这些桃子我们带回家的时候 还要浇一些水 不然的话会发热 发热就会变暖 暖了就会变坏掉 这些桃子都是明天 披花给人家的 很美吧 一粒粒都是水弯弯的哦 很好吃 好了 今天阿晴就介绍到这 下期再见哦 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 等水果季节 可以跟阿晴来转一转哦 来品尝品尝 顺便带一些回家